大家好,我是Trisha 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布拉加盼勝阿洛卡 星期五凌晨,蒲昭第十六輪繼續有好戲上演 阿洛卡將主型布拉加 阿洛卡近期在聯賽中的表現難言理想 球隊近三場比賽一勝籃球 取得一和兩副的差勁戰績 面對實力和在幾隊之上的布拉加 阿洛卡今次主場三分進勢也不出奇 從排名上來看 阿洛卡與鋼班區有著一段距離 但聯賽中下游球隊之間的分數相差不多 一輪聯賽後足以令聯賽中下游排名出現大洗牌 所以他們目前仍然有護級任務在身 阿洛卡雖然上輪打和 迫迪莫倫斯終止連敗之勢 但難掩之前連戰 辛達卡拉和維薛拿兩連敗的低迷 兩連敗期間 阿洛卡兩將一共失了六球 半場落後給對手 尤其是面對同為星班馬的維薛拿 上半場已經連吞四彈 面對實力相當的對手 阿洛卡是難言有優勢可熱 打完十五輪普超 阿洛卡取得三勝五獲七負的戰績 有十四分排在聯賽第十二位 昆場1.07比1.67的德塞球比可以看出 無論進攻或防守 阿洛卡都表現得十分平庸 在今仗對西歐布拉加面前 他們可以說是送分同志 另外 球隊兩位主力球員 El C和高華斯今仗 將累計王牌停賽 中場實力減弱 加上球隊整體狀態欠佳 這次有主場之力的阿洛卡 可以說是毫無贏球的本錢 正常方面 中場P摩利拉和Y摩西斯 等人都因傷缺陣 跟阿洛卡一樣 布拉加近期 亦算不上順風順水 近四彈他們取得一勝三負的差勁戰績 短時間內 連續在葡萄牙聯賽杯和葡萄牙杯裏 被淘汰出局 球隊試起必然被受打擊 但另一方面 少了兩個杯賽的爭奪 球隊自然可以專心應對接下來的 普超和歐洲聯賽 而今仗對陣實力教育的阿洛卡 就是反彈的最佳機會 在普超前15場比賽中 布拉加取得8勝4 三負的戰績 以28分暫居聯賽第四位 和之前球隊有著較大的積分差距 不過 只要專注聯賽上 縮短分差並不是難事 值得留意的是 就是 布拉加今季普超前三場輸球 正正是輸給聯賽頭三名的球隊 換言之 面對實力不及自己的對手的時候 布拉加都能力保不失 看到他們還在聯賽中 具備一定的競爭力 就算球隊頭號得分手 列卡奴、荷達 因感染新冠病毒無法出場 但陣內還有美迪、盧斯和阿摩拉 這些得分好手 布拉加想要贏球的難度並不大 始終雙方過往六次交手 布拉加都未常敗職 外加心理層面佔優的情況下 金像布拉加有望用一場聖像重返正軌 陣容方面 中場安祖賀達和前鋒艾比雷斯被罰停裁 而中場卡斯道和後衛史基爾拿 都為恩相倦勤 而中場哲堅羅馬查道因為感染新冠病毒無緣出戰 喜歡這條片的話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分享給你的朋友看 我們下條片再見 BYE BYE ends 裁ness aumentar 什麽 码